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最近看的一出韩剧 The Bar Show 观后感 我不知道它的国语、国字是怎么翻的 我是在网络上面搜寻它就叫做The Bar Show 5678的Bar Show就是做Show的Show 这是一个韩剧最近非常热播的一个韩剧 我们节目都是预录的 所以今天上架的时间是2024年的8月8号 先祝天下的父亲的父亲节快乐 或是即将成为父亲 未来将成为父亲的你呢 也父亲节快乐 恭喜大家的爸爸妈妈 没有妈妈 全是父亲节 爸爸节 爸爸节是没有放假的 辛苦的爸爸们 你们辛苦了 这个爸爸节快乐 好 那看韩剧The Bar Show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 所以这个剧因为蛮短的 我特别觉得善良跟平等 永远还在路上 这个The Bar Show 是Netflix 2024年5月17号上线公开的 原创的韩国剧集 那这个片子是两本网路漫画改编而成的 那个剧情的内容是在讲说 有八个人 八个人他被困在八层的密闭空间里面 参加一种叫做时间累积就会赚钱的这种危险而甜蜜的真人秀发生的故事 他上线的这个第一个礼拜呢 就有170万次观看 1190万小时的观看时长 位于呢 那个当个礼拜当中 The Netflix全球非英语类节目的Top10 排行榜的这个第七名 那不会输给那个累之女王 累之女王我也有看 也还蛮好看的 那么另外呢 根据那个OTT平台内容的收视排名统计呢 那个The Bar Show 在韩国的Top10的那个排行榜里面呢 本来是第三名 就立刻飙升成第一名 而且全球的这个TV节目类的排行榜当中呢 他也是位居前茅 第五名 然后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候是六月底 不知道他有没有排行榜更前面 可是我跟大家推荐 这部片子真的超好看的 所以我以下说的会爆雷 所以如果你还没看的话 你可以看完之后再来听 一集只有45分钟而已 一下子就看完了 因为才八集 通常韩剧八集的也是很少的 可是如果你觉得没差 很想要听完王老师分享之后再去看 我觉得也是很可以的 因为就算我已经讲了故事内容 你要真的自己有去看 你才会真的很有感觉 那这个韩剧呢 The Bar Show其实是在讲说这个在台高足的这个男主角 陪真秀 他不敌现实呢 在金钱的利诱下面呢 去参加了一场呢 神秘的真人秀节目 那这个网路上面是说啊 那个The Bar Show的那个剧情套路呢 跟美学设计 那个乍看之下呢 跟那个鱿鱼游戏 有点相似啊 只是那个游戏设计规则有点不同 那因为我没看那个鱿鱼游戏嘛 因为我们那个鱿鱼游戏的那个广告 我觉得好血腥喔 后来我就一直都没看喔 因为韩剧好看的其实是还蛮多的 所以我只就那个The Bar Show呢 来讲一下就好了 这个故事的一开头啊 是说要买那个参赛者的时间 但是那个参加油戏的这些人呢 其实是不知道这个明确的游戏规则是什么的 意思就是说 这个剧中的这个节目制作单位呢 其实是没有告诉 要去参加这些真人秀的参赛者呢 他们要做什么 然后去参赛的人 唯一获得的讯息就是说 你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 你只要时间能够延长 你的奖金呢 就会随之增加 所以那个游戏的目的啊 不是为了求生存赢奖金 而是呢 要想方设法去延长 你在这个游戏里面的时间 延长在游戏里面生存的时间 这样你才能够去赚取最大利润 因为时间是有算钱的嘛 所以呢 当这群游戏参赛者呢 意识到说 他们让时间延长的标准 就是让这场秀 就是他们存在那个八个楼 八层的那个秘密空间里面 就是那个摄影棚 里面的精彩程度呢 变得更高 更吸引人的时候 他们就会呢 渐渐踏上癫狂之路 其实就是你玩一个游戏 然后呢 你在里面做了一些表现 然后他时间就会增加 你就一直可以留在那里 那每一个楼层呢 赚到的那个时间的钱 是不一样的 就这一些参加游戏的主角呢 活在 一栋那个公寓社区里面 然后那个社区是那种圆形的环状的 然后他们原本要去参加游戏的时候 会先选一个号码牌 决定他要住在哪一楼 然后呢 每一楼呢 每分钟呢 赚的钱不一样 比如说一楼就是赚一万韩元 二楼就赚两万 然后三楼赚多少 就是下一楼一定就是比 比前面那一层楼高 然后下一楼层赚的钱呢 是前面两层楼赚的金钱的总和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方式呢 就刚好创造出一种黄金比例 就是费波纳契数列 这太复杂了 我们就先不讲了啦 就是在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之下呢 既得利益者呢 往往会声称说 现在的这个制度呢 是最公平的 然后呢 最和谐的方式 那剧里面呢 就刻意挪用这种数列象征的黄金比例概念 去讽刺呢 那些现实生活里面 伪善自私的资本家 所以某些程度上面来说呢 那个The Bastio 也就是借着各个楼层悬殊的量化的所得 让贫富差距呢 可以很轻易的被辨识出来 而且理解出来 如果你呢 也像王老师一样 其实蛮常看韩剧的话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像讨论这种贫富差距的主题 其实在韩片里面是蛮常被拍的 像之前有那个寄生上流啊 有没有 然后小女子啊 这些都是用贫富差距的当作主要命题啊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很能够贴合韩国的现况 引发呢不少人的共鸣哦 其实啊 整个片子里面呢 我觉得最好看的就是这部片子啊 充满了阶级制度 资本主义 窥视 监控 和人性的这些社会跟哲学性的观点 我觉得很能够反映出当代社会的并争 刚刚不是提到说韩国那种贫富差距很严重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根据呢 韩国文化研究者陈德庆的文章提到说 这个韩国哦 2020年呢 前20%跟后20%的家庭平均资产呢 相差24倍 是创下呢 2012年统计以来的新高 就是最有钱的20% 跟最没钱的20% 相差24倍啦 好我们听起来24倍 哇觉得好多哦 对不对 好那各位你知道 台湾的贫富差距有多大吗 你知道吗 根据中央社网站呢 主记总处这个在2024年呢 发布的国富统计报告 国家富裕程度呢 的统计报告 2024年5月刚发布的 台湾家庭财富分配的统计结果 他调查的时间呢 是民国110年 就是2021年啦 2021年呢最富裕的前20%的家庭财富 是5133万 那呢 家财富资产最少的20%的家庭呢 平均每户呢 只有77万 这两个族群呢 相差呢 几倍呢 相差66.9倍 66.9倍哦 就是67倍 这个统计资料呢 是政府三年前的统计 现在是2024年哦 那韩国统计说 2022年呢 贫富差距是24倍 台湾呢 2021年的贫富差距是67倍 那你觉得台湾跟韩国呢 两个地方的差距 有没有参考价值 24倍跟67倍哦 或者是呢 我们这样的贫富差距呢 有没有比韩国大 你自己可以想一想了哦 所以我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啊 哇 我心情实在是震撼很大哦 虽然社会上面都会说 啊 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 我觉得啊 真的是呢 在片子里面呢 真的很有具体的表现哦 我是没有办法属于那个金字塔顶端的 前20%的有钱人啊 当然我也不是社会当中呢 后20%的那个家庭收入只有77万的家庭啦 不过呢 我对不同社会阶层的隐喻哦 实在是非常的有感哦 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 和贫穷也真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哦 就是这个剧中里面有八个人嘛 那这八个人呢 要去参加这个真人秀节目的人啊 他们其实都自愿去了 他们被关在一个环状的原型的监狱里面 然后他们有被规定说 每天的几点到几点呢 不可以离开房间 然后房间里面的东西不能带出来 不然就违反游戏规则要被除掉 然后这种原型监狱的概念啊 其实最早是18世纪的时候 英国哲学家边庆他提出来的 这个什么叫做原型监狱啊 原型监狱是指的是说 一个环状的一个建筑物 然后中间有一个塔楼 然后每个房间的对面呢 都是中庭中央的监视他 那房间里面的人啊 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人在监视他 所以像这样一来呢 人们就会别无选择 只能假设一直有警卫呢 正一直在注视着自己嘛 那边庆会认为说 这种建筑呢 可以有效的把人铸造成柔顺的身体 不过这个去啊 其实演的虽然是边庆提出那个 原型监狱概念的改良版哦 但是这个边庆的这个哲学分析实在是太复杂了哦 所以我以下就省略八千字 我这边就不再分析了哦 我想要集中的来谈一谈呢 这个阶级这件事情就好了哦 各位你有没有一种很有阶级 或者在社会上面处于某种阶级的感觉 各位你会觉得我们的社会好像很平等 对不对很公平 然后你在公司里面 虽然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们是社畜 对不对哦 可是你其实有时候你不会觉得说 啊你的同事或你的老板对你有没有什么阶级哦 我想要集中来谈一下阶级 就是这个The Bar Show里面的这一个环状的这个住的地方啊 它其实是一个环状的监狱 它其实是监狱 但是因为每一个人啊 每天都有可以离开房间的时间 那为了这场真人秀必须要继续嘛 延长在这里的时间 他们才可以赚更多钱嘛 所以呢每个参赛者也就是这个监狱里面的住民 必须要展示自己揭露自己 主动参与呢监狱的建造跟维护 所以他们八个人呢 就要彼此讨论呢 这个策略选择跟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 所有的参与者呢 都在经济极度匮乏的状态下呢 同意参与演出 因为他们都是自愿接受呢 这个节目一览无遗的透视跟监控 然后他们所有的劳动呢 都脱离不了这种自由的错觉 为什么 因为他留在那里啊 那他误会以为他自己是自由的 因为他们每天都可以出来 对不对 然后他讨论说要怎么样延长节目的时间 去累积奖金啊 于是他们就发现说 啊爬楼梯 对不对 疯狂的爬楼梯 爬楼梯下楼梯 爬楼梯下楼梯 这样很好玩 所以可以赚到时间 或是他们轮流去进行才育表演 让他们去进行各种呢 这个自我剥削 其实只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去满足隐形观看者的欲望 然后呢 这个隐形观看者会觉得说 啊你们在这边呢 干嘛干嘛干嘛 这样很好玩 所以因此我就给你多加时间 然后我看腻了嘛 我就给你的时间就没有增加的那么多 然后打架了嘛 很血腥很刺激 OK就可以多加一些时间 那呢 这种自我剥削呢 其实通常会有非常高效的生产跟产出 因为自我剥削呢 比外来剥削更有效率 而且呢 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 获得攻击的主体呢 会受制于一种自我生成自愿的束缚 就是他们这群人 替他们自己共同赚取了时间 所以他自己会觉得说 哇 我很厉害 然后这种自我剥削呢 还能够让真正的剥削者呢 消失顿形 这个真正的剥削者是谁呢 就是设计他们去参与演出的这个制作单位啊 就是在那个背后的那些隐形观看者啊 因为参加者是甘愿去劳动的嘛 所以呢 也就形成了施暴者跟受害者的共同体 所以这一些受害者啊 在玩游戏的这一些人 他们其实是无法怪罪他人的 因为我就是自愿的啊 我自愿接受这个游戏 然后我自愿让我自己受苦 以便可以换时间 对不对 而且我可能还会因为说 啊 我赚到时间了 我觉得很高兴 但是问题呢 还不出在只是自我剥削而已哦 因为如果The Bar Show呢 只是一味的让演出者集思广益 共谋策略 合作无间的去表现各种自我剥削的话呢 那那个节目就不好看了嘛 就刚刚讲的会看腻嘛 对不对 所以后来呢 这个故事呢 这个剧就设计说 让这个住在不同楼层的参与者发现了 他们付出的原本啊 就有每分钟获取金额不同 然后这个金额设定的不同呢 是原本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设定好的 也就是说 当你选择住在哪一个楼层的时候呢 你获得的每分钟的报酬 就已经是决定好的 可是他们原本要去参加游戏的时候 其实是不知道的 是已经在那边玩玩玩玩玩 玩很久之后才忽然发现这件事 如果我们预先知道的话 那我们当然会选那个价钱比较高的那种楼层嘛 对不对 所以当后来这些参与者发现说 每个楼层呢 所获得的这个经济报偿呢 是相差很大的 所以因此这种不同的设定呢 也就造成了参与者之间的经济不平等 因为呢 这个经济不平等 其实是一种权力不平等 所以因此就会引来更多的杜恨跟猜忌 但是因为这些是游戏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设定好的规则嘛 大家想想看 这其实也跟现在的社会现实是很像的 让人有那种 打从一开始出生就受到影响 然后后来受到贫富差距的影响之下 几乎很难有翻身的机会 甚至于呢 对那些资源受限的人来说呢 情况只会越来越艰困 就算呢 好不容易呢 掌握了罕见的可以翻盘的机会 但也有可能随时会风云变色 那更别说呢 对于那个位居高位的人来说呢 就算是他们有些事情暂时被翻转影响 但是不见得会对他们的利益或地位带来一些影响嘛 那就是因为像这样的权力阶级的极度不平等 所以呢很容易呢 酿成残忍的暴行哦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最可怕 除了这些呢 剧情上面呢 那个设定的那个角色安排啊 跟楼层啊 环境设施啊 的这种隐喻啊 玩的游戏的内容啊 很让人产生共鸣 很有感受以外啊 其实参与这场游戏的八个成员当中呢 在个性跟思考方面呢 也象征了社会上面的不同的典型的人物 比如说呢 住在一楼的一号 他就代表呢 社会最底层的人物 他是马戏团的小丑 而且呢 他有残疾 他走路一拐拐的 然后后来还有演说 他女儿呢 得了罕见疾病 那呢 他身处于社会最底层嘛 所以他只希望说 求家人温饱就好了 所以为了可以继续游在游戏里面 去赚更多的钱 所以他很愿意放弃尊严啊 然后放弃各种坚持 甚至于呢 愿意呢 牺牲自我 那总共有八个人嘛 那呢 其实就是一到八楼 那一到八号 那住在二楼的呢 虽然明明具有很优秀的能力啊 但是他也因为呢 身处于社会的这个阶级的关系 最后呢 空有本事也无力回天 那因为呢 他付出跟那个成就不符合比例嘛 所以他最后还是呢 身处在底层 那呢三楼跟四楼呢 是社会上呢 绝大多数人的代表 就是一般的人就想说 我要赚到钱嘛 然后让自己呢 换得更好的生活啊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 原本也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 但是呢 很有可能呢 会为了权势跟财富呢 屈服 所以呢 他们就在善念呢 跟欲望之间呢 不断地来回摆当 自己的内心呢 也产生了各种矛盾跟冲突 那故事的主角呢 就是三楼 他本来是一个便利商店的打工仔 那呢三楼跟四楼是社会上面的绝大多数人 然后五楼呢 是拥有中上地位阶层的那种社会阶级 他但是呢 这个五楼呢 是一个不分是非的那种圣母型的人物 就他会认为说 他自己很好心嘛 所以他很善良 心地很善良 所以呢 他就很容易耳根子很软 然后呢 不知道哪一个话才是真话还是谎话 所以他后来也成为呢 这个迫害者的帮凶 然后六楼呢 也是中上阶级 但是呢 这个中上阶级呢 是我们大多数人都很讨厌的那种 狗障人士的类型 就是西瓜威大饼嘛 他永远都是站在那个有靠山有权势的那边 然后会去欺负呢 那个社会地位低的人 然后等于就是帮助那个有权势的那些人去欺负底层的人 然后七楼 七楼是怀抱善念的那个富有阶级 那他就算是很想要去帮助那个底层 可是他又很担心呢 自己会惹祸上身 所以呢 他大部分的时候呢 都是自保 不然呢 就是呢 很担心呢 自己的安危也赔进去 然后就不免助纣为念 然后他是有权人当中呢 这个善念的摆荡者 就他的善恶啊 是友谊的 重点是说 在这个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富有阶级七楼 他的思考是说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呢 我尽量呢 不选择二 但是呢 我就算呢 不去做好事 也是很可以过得去的 我很可以过得了自己的良心 所以呢 有一群呢 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是这样的 我没有做错事就好 别人好不好 我们要帮助他 这些都是不关我的事 我自己好 也就可以了 然后住在八楼的呢 是一位呢 疯狂的行动艺术家 他也是呢 整个食物链的最高层 他不但呢 拥有最庞大的财富 是属于那种天资交质款的 然后他手中的资源呢 也完全让其他人呢 无法匹敌 他可以购买呢 各式各样的奢华 生活备品跟家具 然后呢 住在呢 这个最宽敞的房间 然后因为他是住在 那个最高楼层嘛 所以物资的配置呢 也是以他为起点 因此呢 他还拥有可以分配饮水啊 跟餐点的权利 我们大家会觉得说 好像分配饮水跟餐点 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可是事实上呢 这项权利意味着呢 他可以无条件的使 另外一个人 或是另外一群人去做 他们不想做的事 于是呢 我们就看到呢 The Bar Show里面呢 原本众人决议是说 用民主的方式投票 选出每天负责要收取 垃圾跟排泄物是哪一户 但是呢 大家就是后来选中了八楼 但是八楼坚决耍赖不服从 然后大家就觉得很生气啊 就有人去劝他 就有人骂他啊 然后大家就想要逼迫他 一定要接受 对不对 可是当其他人还在想说 要怎么办的时候呢 后来呢 其他的七个人得知 八楼呢 将不再透过升降梯 配送水跟食物 所以大家就没得吃饭啦 然后八楼就让大家肚子饿 饿了好多天哦 哎 没吃东西要喝水 对不对 也没水喝哦 这样会脱水 会拜拜耶 于是呢 其他的七个人呢 就彻底明白跟屈服了 因为当权力跟阶级啊 威逼到你的生存的时候呢 除了服从权力呢 示弱顺从 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做的了 所以呢 这个八楼呢 疯狂的对待他人的方式呢 也成为呢 这个的八秀里面呢 让人家印象最深刻的环节 而且甚至于难以想象哦 在故事里面呢 随着时间的递进啊 这个隐形观看者呢 的胃口被越痒越大 然后会给的那个时间啊 就越来越少 然后参与者呢 也就越来越沉浸在这样的一个 奖励制度之下 不惜滥用权力 明灭人性去制造更刺激的效果 然后这同时呢 也反映出呢 这个权力意识呢 如何使人腐化跟堕落 因为原本啊 那个八楼啊 还愿意跟大家一起爬楼梯 赚时间 但是当他意识到说 他可以透过剥夺饮食啊 去当筹码之后 他就变成了一个专制独裁者 就指使那个低楼层的人呢 演出各种娱乐的节目 甚至于还拿他们当人体实验 因为人体实验很刺激嘛 就可以一直加时间啊 而且八楼觉得说 他住在那边很快乐啊 对不对啊 就是因为只有八级嘛 所以这个剧里面呢 其实很快就可以看完了 不过我们还是从这个剧里面呢 看见呢 人性的片刻光辉 比如说住在一楼的人啊 他不是那个残疾脚不方便吗 然后所以他那个爬楼梯就很慢啊 然后这样子就没有办法换得时间嘛 所以他后来就愿意主动帮大家收垃圾 然后七楼啊 是上层阶级里面的人 然后他是八个人里面比较聪明的 他不想剥削他人 但是呢 你读到后来 看到后来你发现说 这个七楼有很可能是 这个节目制作人 你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然后呢 二楼呢 是健身武术教练 他很有正义感 对不对 然后自己能力又很好 可是呢 他为了主持正义呢 常常被打的半死 当然呢 这整部剧里面也包括呢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迷你缩影 就从摸索规则 发现规则 到遵守规则 或者是呢 从和谐共处 然后争执内讧 到剥削他人 然后呢 再到奇异革命 然后再剥削 再革命 我们就从这种极端的环境当中呢 看到呢 人性的围光 也看到呢 人性自私扭曲跟丑恶的一面 这样的情节呢 让人性跟社会间的阶级连结 变得更加模糊难解 因为像剧里面的这些玩家角色 虽然他们在剧里面 在这个游戏里面是有不同阶级的 可是他们加入游戏以前 同样都走到生命的难解困境 所以 不管他们在游戏里面 表现出来的样子是怎样 他们现实生活里面 都是被归类为失败者 曾经有很多生命的创统 这就让人家不禁想到说 这八个人呢 在游戏里外的差距 到底是人性的本质 还是呢 社会阶级影响 影响他们变成这样 然后这两个要怎么样交互作用 那他们彼此的重要性 又是怎样的 那我们处在这样的社会当中 到底该怎么办 是要在逆境里面呢 继续的不放弃希望 还是在顺境当中呢 努力不忘记善良的自己 那个故事的最后啊 因为住在一楼的那个参赛者死了嘛 就按照这个游戏的规则 就必须要结束游戏啊 因为只要有人死掉 那这个游戏就ending 就是每个人啊 都后来游戏里面 从那真人秀结束之后 每个人都获得大额的奖金 而且这个 这个剧里面的那个三楼啊 还帮一楼办了一个风光的丧礼 但是呢 高层人就是那个七楼跟八楼 都没来参加 虽然那个剧情里面有写 有特别安排说 七楼跟八楼之所以 不出席丧礼的理由啦 不过这也仍然呼应了 剧中的设定 其实说穿了啦 不同阶级的人是很难对话的 也很难同理啦 其实人性的善良光辉啊 跨越阶级的对话 其实是很难很难的 不同的阶级对立啊 其实是很难避免的 这就让人家觉得很伤感喔 特别还值得让人深思的是呢 这个从头到尾啊 我们都没有看到那个节目的高层 就是躲在那个监视器后面的那个隐形观看者 到底是谁 我就在想说 像这样的一个自媒体蓬勃的时代 每个人都是在发生 都是美光灯下的过曝世代 那个观看者啊 会不会就是在荧光幕前 看得很紧张又入迷的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呢 曾经不小心助长了这种有毒的观看呢 大家看那网路上面越刺激越血腥的啊 然后呢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找到更多的赞 然后节目里面呢 那些乖章的暴行跟人性 当然是值得检讨 可是节目之外的凝视 是不是也创造出市场需求 让节目的演出者 无可救药的着迷于这些酬赏呢 因为在这个The Bar Show的节目里面啊 那个酬赏是延长的时间嘛 巨额的奖金啊 可是在现实世界里面 酬赏是什么 是我们大家的关注啊 包括看剧追剧啊 要的也是观众的时间嘛 还有随着这个聚热播 随之而来的名气权利 金钱跟地位啊 所以其实这场把人逼到疯狂的游戏 其实只是现实生活里面的缩影啊 The Bar Show只是一场戏吗 会不会我们在生下来的同时呢 已经身处在这场游戏里面而不自知呢 你有看过天门吗 天门不是说人的一生都是被设定设好的吗 所以我特别看完这个韩剧哦 这是一个黑暗的现代预言啊 我们每一次呢 滑YouTube啊 滑那些呢 Shot啊 去看别人的IG啊 有没有一点点 也像这样的味道呢 我觉得实在是很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的重点整理 第一点 戏剧呢 常常是现实生活的缩影 预告或者是翻版 所以其实你也不要觉得电视剧电影都是乱演的 第二点 越卖作越畅销的作品 往往映射现实的程度越强 第三点 阶级剥剧啊 追求公平正义 其实很值得 不够善良的我们来反思 谢谢大家的收听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